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涨4点 收在4701 涨到0.09% 也是牛海 NASDA 涨10点 收在15982 涨到0.07% 欧洲方面 英国-0.05% 德国-0.05% 法国-0.09% 亚洲方面 日本-0.04% 香港恒生-0.12% 中国上海-0.30% 再来看一下债券市场 债券市场利息最近大概在1.5%上下 1.5% 1.6%之间 以美国来说 今天是1.46% 加拿大1.63% 巴西11.73% 墨西哥7.29% 德国-0.25% 瑞士-0.24% 法国-0.1% 荷兰-0.12% 三个欧洲主要的利息是负利率 亚洲方面 日本-0.06% 基本上是零利率 香港-1.28% 印度-6.30% Commodity目前 西德州油在81.8毛 布兰特油83.2毛 Nature gas-5.44% 黄金-1823块 那么代表恐惧和摊粉的指数 已经上升到86 一般来讲 把它分成四大块 在超过75以后 就应该算是非常的Grady 现在是在86 86变成是非常Grady的中线 当市场非常好的时候 也有的时候会涨到 Fear and Grady 涨到90几的历史经验 也很多次 目前在86 不过到了86 市场上升的空间 就不断地压缩 今天在基本面 另外一个重要的消息 就是拜登在跟不同的候选 在约谈 有可能会换掉Fedal Chairman 的原来的主席Paul 这个消息对华杰来讲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目前还不好说 不过一般来讲 股票市场基本上都不喜欢 是不确定的因素 因此Uncertainty对股票市场 通常都是一种挑战 投资人在目前三大指数都 在New High附近的时候 要保持居高思维的心理准备 一方面要控制风险 管理风险 另外一方面要做一个 Fully Diversified Portfolio 在通货膨胀三到五的 这个大环境之下 不能完全的过于保守 但是也不能过于激进 Balance Approach 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处理 怎么样能够在保本的原则下 创造5到7%的Return 然后没有抱很大的风险 应该是目前最困难的一个课题 我是小银翔 电话73 9883888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